双溪今天一个上午就降下了88毫米的雨量实在是很惊人 这让许多地区因为排水不及路面都有些积水 而在牡丹里最近是才刚完成102线道旁的侧沟排水 也让总是会积水的死损路口一带 现在情况总算是改善许多 102线道双溪路段几乎都有失座排水沟 但是到了牡丹里的部分 因为道路狭小早期都没有失座侧沟 近日只要一下大雨雨水直接溢流露灭 影响用轮安全 我们现在对公所来建筑 建筑这条排水沟 排水沟在最近已经来完成 来做这个水沟 这个水沟做起来对我们老百姓帮助非常大 我们这里是都農業区 做产政材、政材、政材 这个垣坑这边的水就不走在那里了 不走在那里了 好在我们这里面来种东西 才能好好地修行 近期公所针对牡丹里 靠近石筍路口的102线 施坐约108米的侧沟 让排水能够更顺畅 不过往双溪还有一百米未施坐排水沟 地方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施坐 不过我们这个西南 西南团这条所有的转流水沟是这站没水沟 所以你跟上站那些地方 每次大水来都整个都搬出来 正常在这里做一个益水道 做一个护栏 不过也是没办法防止益水 所以我们这次这楼来做得好 这样我们的水就有发动 能够损失就对了 来感谢我们公所 来带我们赞助 赞助这楼水沟 这次做起来中等 做一百凶八米 一百凶八米之后 再一个一百米 希望公所 再来带我们大夫三公 买留一个工程 来带我们做全部这楼做完事 因为这楼一百凶八米 这两档 架子做到大宝都做了 像这段 这段就算靠这段没做 这次已经做一百凶八米了 当地医长表示 牡丹山区只要下过雨 水量就会很充沛 之前有做分红阀 以防止沟渠宣泄不及 现在则是增加排水沟 让路面不再积水 人车安全也更有保障 借权威 双溪采访报导 已餘你的玩意 双溪采访报nings 双溪采访报道 我又 przeci evil 自身选择 忍而 刚才